好,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WebDuno的設備 那麼各位呢,您進到我們簡報第三頁 可能有些老師有玩過Arduino 那WebDuno基本上其實是雷同的東西 但是它的架構不太一樣,它是以網頁為主 所以說我們一般用Arduino,你大概就是一定要把線接到電腦 那你會有一個程式去寫,寫完之後要怎麼樣,做一個動作叫燒入韌體 就是把你的寫程式直接燒到它板子上面去 那WebDuno就沒有這一塊 因為它並不是把程式燒在韌體裡面 它透過的是Server,也就是說呢 它本身結構上就是以網頁為主 那您也不用安裝程式,只要上網就好 因為它的Blackly就是用Google的這個免費的開源程式 它Blackly就是一個網站 所以你就在那個網站去寫,寫完程式之後 不用上路,因為它是在Server上執行 所以呢,就直接執行就OK了 那這兩個當然有好有壞 如果您要比較單純的 像我們當兵的時候,這個叫單兵作戰 自己做自己的 這種的就是你需要協同合作的 因為它要有Server的環境 只是它幫你架設好在雲端 所以呢,如果你工作很單純的 比如說你只是負責定時開關燈 那其實老實講,你用Arduino的就OK了 但是呢,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互動 或者甚至你想要跟雲端的一些服務結合 包括比如說像語音辨識啊 然後人點辨識啊,AI的 那那些,你就用Webduino相對會比較容易 不代表Arduino不能做到 只代表說,就是說如果你要用Arduino做到這樣子 可能你的程式功力要好一點點 Webduino這邊相對 即使我沒有這樣的背景 我幾乎丟丟也可以完成 這個是它的優點 那目前Webduino它有四塊開發版 四塊開發版 我們今天用的就是這一套 Smart 所以是它裡面最小的 大概五十塊硬幣左右 所以其實像我在雲端四傳 我們可能就是同學做展場設計啊 互動設計啊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可以藏起來的東西 因為它可以把它包裝起來 那右手邊這個 因為現在國小端比較常用 叫做Microbit 那Webduino也有叫Webbit 所以它也是類似All-in-One上的概念 但是小朋友如果在操作的時候 比較不用像我們這樣還要接線 總是會有點危險性 當然它也可以擴充 所以這個是我們先介紹一下Webduino哪些開發版 再來Webduino的好處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因為呢 它是通過網頁 所以你可以一對一的控制 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多對一 也就是多個人控制一個也可以 甚至是一對多 一個人控制多個也OK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們裝置之間可以彼此互相溝通 那像我前兩天 禮拜三我去田尾國中 我們就介紹Webduino的MQTT MQTT這個通訊協定 因為Webduino它本身 裝置之間的溝通就是用這個 因為這個通訊協定 就好像我們網頁是叫做HTTP 對不對 但是網頁的通訊協定 不只有這個 比如說我們的信件 FTP 這些都是通訊協定 那MQTT是專門針對什麼 所謂的物聯網裝置的 也就是它的通訊協定的風包比較小 那不只是Webduino可以用這個 你也可以看你有哪些裝備 比如說現在很多智慧家庭對不對 那你要控制它的話 很多也是通過MQTT 只是架設設備的 看是在哪裡而已 那所以如果你的裝備 有支援有支援MQTT 那你就可以做之間的溝通 所以不見得只能跟這個Webduino 設備之間做溝通而已 這個是它一個蠻重要的 那Webduino怎麼玩的部分 這在簡報第六頁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稍微再進去看一看 這個部分我就今天先不大部分太多時間 如果有興趣的話我把它放在這邊 它裡面有一些官方的 那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應用 就放在裡面這樣子 就放在這邊